HELLO 大家好,我是KATER 很多客戶都會問KATER說明明都是印表機 為什麼有分熱身滑、黃織墨、很多不同的硬酸方式呢? 今天KATER就來為大家出名介紹一下 不同的硬酸方式搭配不同的墨水喔! 不同的硬酸方式需要搭配不同的墨水 假設我今天是要在鋸子纖維的海洋杖上面去做熱身滑的話 那我們就要搭配熱身滑墨水以及專用的熱身滑紙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在棉梯上面去做練硬的話 那我就需要搭配專用的紡織防水墨 以及我們的淺梯質還有我們深梯質的部分 那這樣子可以去做不同的練硬效果囉! 那我們不同的硬酸方式、熱身滑或者是紡織墨的部分 需要搭配不同的設定 那接下來KATER為大家示範一下怎麼樣做設定喔! 好!那我們不同的練硬方式需要搭配不同的一個練硬的設定 好!那我們設定的時候很簡單 這邊打開按右鍵 然後練硬喜好設定 如果我們今天是熱身滑或是要使用淺梯質的一個 紡織防水墨設定的話 這邊只當總量要選擇 APPLE MAP 品質選項選擇高 然後在更多選項這邊 有一個高速跟水平反轉 水平反轉的部分的話也要做打勾 因為我們熱身滑跟我們淺梯質的一個設定的話 它都是被噴的部分 被硬的部分 所以水平反轉一定要打勾 這樣子超棒的去做印刷 那如果是深梯質的部分 它一樣是搭配我們的紡織防水墨 但是水平反轉這邊就不用打勾 因為我們的深梯質部分的話 它是直接正硬的部分 所以水平反轉把它取消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這邊就是我們練硬喜好的設定 那如果今天我們在使用印表機的時候 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細節是 在維護這一塊噴嘴檢查 我們在列印的時候很常會發現說 我的顏色怎麼怪怪的 或是有斷線的狀況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按噴嘴檢查 去瞭解說我的噴嘴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現在為大家示範一下 我現在按噴嘴檢查之後按列印 好!那我們現在列印出來測試頁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良好的狀態的話 就會像這樣子都沒有斷線的狀況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去做對比 那如果說我今天列印出來的測試頁 是有像這樣 有斷線需要做清潔的狀態下 那我就按一下清潔的功用 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是確保說我們做完清潔之後 我列印出來的照片 列印出來的圖片 它的品質才是最好的狀態 那當然我們熱身滑墨水跟紡織墨水 它都不同的效果 那以上為各位做說明介紹 所以我們不同的墨水 就會需要兩台完全不同的機器 如果我今天是要做熱身滑的話 就需要搭配熱身滑墨水 你裝有熱身滑值 那這是熱身滑所做出來的效果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要做 仿織防水墨的話 想要做棉梯 那就需要搭配專用的 仿織防水墨的機器 以及專用的深切梯子 它可以做出來的效果 就像這樣子喔 那以上說明 各位都知道了嗎 小起來 是的 你們看 齊